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也不敢行 我的心平稳安静 好像断过奶的孩子 在他母亲的怀中 我的心在我里面 真像断过奶的孩子 以色列啊 你当仰望耶和华 从今时直到永远 诗篇131篇的标题 是大魏丧行之诗 同时也是一首信靠的诗 虽然全是只有三节 但却含有丰富的属灵经历 值得我们一生来学习 在这首信靠诗当中 大魏也表达了他对耶和华的信靠 并且呼吁我们要谦卑地仰望耶和华 全诗一共分为三段 第一段是我的心不狂傲 第二段是我的心平静安稳 第三段我的心仰望神 我们先来看第一节 我的心不狂妄 耶和华 我的心不狂妄 我的眼不高大 重大和测不透的事 我也不敢行 大魏的一生可以说是被神追赶的一生 他从破碎当中 学会了谦卑的功课 因此他的心可以不狂妄 他的眼可以不高大 他不但不为自己增进 也不强求为神来做大事 而是甘心地做神手中的器皿 对比扫罗一开始 他是很谦卑的 但到了环境改变了 王位稳定了 扫罗的骄傲也就出来了 因为一般人的谦卑是不能持久的 一旦被高举的时候 就会至高至大 而一旦被降卑的时候 又会自恋自怜 第二节提到 我的心平稳安静 好像断过奶的孩子 在他母亲的怀中 我的心在我里面 真相断过奶的孩子 断过奶的孩子 在古代的时候大约是三岁 一个断过奶的孩子 躺在母亲的怀当中 不是因为他离不开奶 而是因为他离不开母亲 只要在母亲的怀抱当中 他就能够平稳安静 同样的一个真正谦卑的人 是不再寻求恩典 而是寻求上帝 因为实际下的工作 就是不依靠自己 专心地仰望耶和华 全然地信靠上帝得着安息 第三节 以色列啊 你当仰望耶和华 从今时直到永远 一个人之所以 不愿意去仰望神 他苦苦地挣扎 是因为对自己 还存有盼望 只有对自己 彻底绝望的人 才能够真正地 倒空自己 而平静安稳地 仰望耶和华 谦卑的仰望耶和华 不但可以使自己 在基督里面 得到安息 也能够帮助自己 脱离虚浮的荣耀 真正地仰望神 凡事感到自主 今天对我们而言 一个很重要的提醒 就是我们 是否每一天都太过于忙碌 于各样的活动 而忽略了 跟神应该要有的紧密关系 以至于我们的心 我们的眼都出现了问题 总是高看着自己 或者总是得不到满足 总是焦点落入在 属世界的事物当中 求主帮助我们 不依靠自己的努力 而完全地靠着主 依赖他的大能大力 做刚强的人 像是断过奶的孩子 单纯谦卑地仰望上帝 耐心而等候上帝的旨意 来实现 愿上帝祝福你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